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台湾的时候 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每次录音前都得要像这样 把歌词念过一遍又一遍 讲证发音 我想要听见你说 那个说真的不用念太标准 从一开始的什么都不会 到现在毕书静的说跟听 已经渐入家境 慢慢上轨道 很多时候就是 误会成别的意思 或者是完全不懂 17岁就到台湾来 毕书静跟其他的男孩一样 都得要扶兵役 但问题来了 那时毕书静连中文都不太会 进了部队简直就是牙子听雷 汉指令的时候 就是特别大声 对 所以我就这样很紧张很紧张 不知道要做什么 毕书静在不断努力下 终于获得外界肯定 顺利发行新专辑 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 到现在邀约商业不断 追梦的路上 难免有寂寞沮丧的时候 毕书静就透过创作和唱歌 来激励自己 创作是属于自己的 我觉得每个创作歌手都有 每首歌有他的灵魂 李湘背景来台湾定居 毕书静克服环境和心理上的冲突 变成一个驾档的台湾明星 一开始大家会说 这是韩国来的毕书静 到现在大家已经会直接介绍 这是毕 毕书静 他的努力已经慢慢被台湾粉丝认同 毕书静说 他早已经把台湾当成是第二个家 因为他发现在这里 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